看了《场空之王》的演员表,我有两个担心 一百年以来,中国人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自信 现实中的中国空军是非人 在和平年代中有着出乎想象的惊心动魄 称之为刀尖上的舞者丝毫不为过 我作为一个精迷,对这些以前就有过了解 但长期以来,中国空军的发展都处于模仿的阶段 因此相对于更引人称道的地表最强陆军 反映中国空军的影片实在是屈指可数 比较印象深的几部电影是 50年代反映抗美援朝时期的长空比翼 90年代末有《冲天飞报》 2011年反映国产新一代战机的《千世初击》 还有前几年李承导演的《空天力》 这几部电影的质量可以说两有不齐 在这里就不深度解说了 《千世初击》《《厂空之王》作为一部反映中国空军先进战机是飞员的主行李影片 势必会对一些显为人知的事件进行解密 《厂空之王》被称为国内最好的空战体裁电影 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大量商业推广活动 尤其是让是飞英雄亲自解说是飞行动中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真实往事 感情至深的讲述更让大家对《厂空之王》有了更多期待 作为一部大投资的主行李影片 尤其是在我国空军装备高速发展的今天 我对这部影片非常期待 但是当我看到看到《厂空之王》的演员表示 我感到很担心 电影阵容非常强大 可以说兼顾了演技和流量 王一博 胡金 于是领衔主演周冬瑜特别主演 小鲜肉王一博饰演新一代式飞员雷宇 实力派演员胡金饰演终身代式飞员大队长张婷 小鲜肉于是扮演新一代首席飞行员邓芳 周冬瑜饰演和王一博有朦胧情感的女精英 电影中的老戏骨很多 实力派著名导演田正正饰演魏总工 陈泰深饰演在试飞背后默默无闻的迭伞员 老牌美女赵紫棋饰演胡金的老婆 电影阵容还有三名小鲜演员 其中鼓励饰演的是飞员戏奋很多 潘兵龙饰演作战部队中的一名飞行员 精进饰演一名精英 王一博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 他的演技备受争议 有人评价王一博是千人一面的面摊式表演 作为场空之王的流量担当 而且是戏份最多的领衔主演 他能否演绎出一名意志坚定的中国军人 另外电影中几名小鲜演员的家门 会不会让观众有出息的感觉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年轻的飞行员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断努力 而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演被认为是合格的 也得到了导演和其他演员的赞扬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并不是面摊脸 而是通过自己的表演技巧成功的将角色塑造的深入人心 不过从他出道以来的表演来看 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内心戏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另外军人不是面无表情就是刚毅 眼神表情肢体语言都是情感的表达 同样作为小鲜肉的仪式也是领先主演 但是戏份和剧情都较轻 在电影中也没有多少表现机会 胡军的表现一直很稳 开始的戏份发挥不多 但在试飞时坠机前的最后一刻 声音平静中带着哽咽向家人和兄弟们道别 真的让人破防 向中国试飞英雄们致敬 至于电影《场空之王》中 是否存在不合情理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每个人对于情理的理解和认知有所不同 因此对于电影中的情节和细节 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电影中有一句台词 你是试飞员 救人不是你的工作 但是当王一博在戈壁上开车 实验尾闲散意外翻车时 包括于是在内的所有试飞员都去开车救人了 对于《场空之王》是否是一部成功的影片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相对的 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 这部电影确实获得了不少的成功 首先从票房上来看 《场空之王》在上映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电影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 上映三天便突破了2亿元 最终票房更是突破了8亿元 这个成绩在当今的电影市场中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 其次从口碑上来看 《场空之王》也获得了不少好评 观众对于电影中的演员表现 剧情情节特效制作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对于该片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他们认为电影中的剧情有些拖大 特效制作也不够精致 整体感觉有些猪糟 这些问题虽然不足以否定电影的成功 但也让人们对于该片的评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歧 电影中王一博的父母来劝受重伤的王一博退役时 王一博说了一句话 一百年以来中国人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自信 我觉得这句台词很有现实意义 目前网络上存在大量美吹日吹的现象 不可否认我们是曾经处于全面乐厚挨打的局面 但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默默追赶 现在的我们早已不是疫情二百的时代 我们同时有了两款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机 还有多款无人隐身战机 有了大型运输机 还有了民航大飞机 航空发动机的问题也在稳步解决 我们的空间站让全世界羡慕妒忌恨 而这一切都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和一线实战工作者的心血 狭不远于 场空之王剧情饱满 特效提计 演员合格 兼顾了商业性和主旋律需求 是一部合格的热血制作 因此耀非常的包含 显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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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